Yo! What's up, guys? Lele here! 今天我想谈一个话题 使你们所有的人都很感兴趣 但是可能不好意思把它说出来 但是我首先想道歉 因为乐乐今天长相可能有点差 我好久没有理发,现在有点 Afro Anyway,废话不多说 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是 如何追欧美人 这个我们首先要分得很清楚地域 因为有国外还有国内 这个视频是专门给国内的朋友们录的 首先我想说的是 对于跟自己国籍 或者种族不同的人感兴趣 这个算不上同样媚外 OK,我们也要分得很清楚 所以Haters, please, you can 现在就可以关闭这个视频 我知道有一些其他的博主 也已经探讨过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说得太笼统了 而乐乐是想来给大家 非常具体的一个 提示 你可以在何时去何地 追到何人 I'm going to be specific 还有一件事情 乐乐和其他博主相比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我是资格比较深的 OK,我就留白吧 我就这么说 你手握着主场优势 那么如何发挥起作用呢? OK, the first step is 先搜索一下欧美的假日期间 Spring break, fall break 或者Europeans 全都是八月份要放假 整个August都放假 他们的福利生 就福利比美国好太多了 makes me so mad Anyway,当你查好了 你要找到符合自己 schedule的一段时间 查好了吗? 好,下一步就是 要买一张去北京的火车票 火车 这件事情是因为你在火车上 要做一点功课 这个问得好 你要学识 关于北京胡同相关的英语信息 对,我没错 等一下我在这视频的最后一部分 我会跟你们说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以后肯定会派上用场 还有一个问题 你可能想问我 乐乐,我为什么要去北京? 因为我对北京最熟嘛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 但是第二个原因 是因为所有要去中国旅行的欧美人 非得去看长城 我以前住在北京的时候 每一次 有美国朋友们来看我 想跟我旅行看中国 他们唯一给我提的要求是 I must see the great wall Now the great wall is dope 但是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北京的胡同 I feel like that is the soul of Beijing even the soul of China I love the hutongs and that is where you guys are going 所以我建议你们要订酒店 或者订一个hostel 最好的是离南罗古巷不远 Now why are you going to the hutongs? so you can spread knowledge so you can look cool maybe even the ball 北京的胡同有很多外国旅客嘛 但是你会发现到傍晚到差不多下午五点之后 哇外国面孔怎么突然变少了呢? take a look to your left take a look to your right and you will realize到处都是酒吧 那么你要好好的挑选其中的一家 你进去之后一定要上去它的rooftop you want to go to the top? 机会就来了 因为北京胡同rooftops 尤其是在欧美放假的期间 哇塞老外多的事儿 而且不仅仅有旅客 还有本地只是可能正在留学 或者在北京工作的老外 哇这种场景美极了 北京傍晚作为背景 大家来自不同国家说不同的语言 都一起喝点酒聊点天 哇这种气氛 perfect的不能更perfect 是不是? 至少可以说要比那些夜店好太多了 oh my god especially北京的夜店 我个人搭设的原则是 keep it simple stupid kiss 你就直接开始跟他们这样聊天 hey guys where you from? oh we're from the netherlands oh cool well welcome to beijing my name's bleh oh oh 就这么简单 that's how simple it is 关于胡同的英语 现在就要派上用场 yes it is time to spread some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culture but do it about the hutongs you want to know why? because the hutongs are really cool 但是他们又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景点 就很多去北京的外国人 他们就是回去天南门 会去长城 很少会知道要去南螺股像那边 所以他们如果到那边去 已经说明他们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一点点好奇 至少就是足够让他们查 关于北京其他就可能不是最有名景点的信息 那你的机会就来了 spread some knowledge about china 这个当然是因为首先要宣传中国文化 但是第二也是因为你要让他们发现 其实你对他们的来华旅行是有价值的 你知道这些胡同里面有一些 这些老外肯定是从来没有吃过的美食 所以你可以去指导一下他们 带他们去吃这些食品 甚至可以陪着他们去玩乐乐 还是纪念之坦嘛 我建议你要戴上耳塞 因为我要是能够用一句话来形容 来概括北京的夜生活 应该是 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后海 在周边的一些酒吧 非常低调 有很多音乐人 如果他们自己非得去武道口不可 那你就可以陪他们到那边去 但是你要小心 我不是在黑武道口 因为我也去过 我只是说到那边去玩的很多老外 并不是最认真的吧 你不会有一个very genuine connection 我就这么说吧 武道口 is not really my style at least not anymore lastly 我想说 不管你说的是 勾搭或者搭讪 或者追 you got to be respectful of everybody and it's a good time and that's it for this video guys 最后我想说 if you've watched to this point in the video it means to me at least that you're a very loyal and passionate fan of mine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nd I also want to let you know that I've always been prepared for 中国新说唱 北美海选招区的比赛 而准备的 所以有一点时间是有限的 因为除了录这些视频之外 和在做四首歌的EP之外 我也会做口译的工作 就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时间是比较有限的 但是在这个比赛结束 也就是说到下一个周末 我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拍更丰富多彩视频 如果你有什么建议 就是你可能会喜欢的一种形式 视频形式的话 你也可以给我留言 and tell me because I'd love to hear from you Anyways I'm Lella 下一次再见 Peace